而且那邊是他如果能夠說服韓國瑜的支持者 就可以說服全部的人 就其他人不是問題 兵哥那你怎麼看韓國瑜連續兩次的PO文 因為郭董跟他道歉之後先PO了一篇 其實那一篇有人說他是回應郭董 但是我就覺得那一篇四平八穩 其實沒有一個方向性 可是他後來昨天 因為他昨天去羅志強結束之後 他有跟記者講說你們去看我臉書 然後他就寫了一篇 那一篇就寫到說 未來的這個總統應該有三的元素 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那一篇稍微有一點方向 但你要把它解讀說他跟郭董隔空呼應 我又覺得好像有一點距離 你怎麼看 我並不覺得他在跟郭董隔空呼應 我覺得就是他其實一直不斷表現在這場選舉中 他是中立 就是國民黨選出來誰他就支持誰 只是他在提醒不管哪一位要參選的 就是你應該要符合這些條件 就你格局要大要為國家想 然後要團結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對啊 因為我就想說 大家都解讀他跟郭結盟 可是我看他自己本人的動作 感覺不是這樣子 如果要跟郭結盟 現在還剩幾天 你趕快跟郭一起站台 就那五場每一場 至少來個一場有韓國瑜這樣 而且他跟他站台話題性絕對足夠 整個聲勢一定會吵起來 對他如果如果廚場裡面有一場韓國瑜 我看我看侯就應該好好的做市長了 侯做市長這樣 楊敏那你怎麼看 你覺得韓跟郭有結盟嗎 按照目前的沒有 就韓沒有選邊站 我覺得侯要學韓 學郭啦 侯要學郭 學哪一方面 跟韓國瑜道歉 蛤 他有歉他 對喔 你是說那個時候 猴子 漢子燕子 漢子燕子 跟圖子 他比較切割的那個部分 哇好多辛丑糟糕 就是說如果 因為一場這個徵召的過程 所有人心結都解除了 這也是好事 對我們講是正面的 可是如果 因為這場徵召的過程 又增加更多心結 那就不利 對對對 我覺得國民黨的這些男人們 有時候在化解心結的時候 都不是很誠懇 但現在韓國瑜的 展現出來態度是正面 對對對韓國瑜的角度 切點格局是沒問題的啦 他就強調嘛 他在意的就只是 要把這個政黨輪替能夠做到而已 對啊 那淑慧說他要思考一個禮拜 再去決定要不要 要贊王世傑 你們覺得一個禮拜之後 他的答案會是什麼 我覺得他今天就可以說NO 說NO 幹嘛一個禮拜 他不可能去的嘛 可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第一個 他在那邊從來沒經營過 那我問你喔 還有他是不是要換選區 換選區上市議員 不會不會 那個不會 在台北市內不會 都不會 其實問題是在於說 好你選完這次立委 你要不要繼續經營 是啊 四零大同 哦 你還是你要繼續 下次你要選港 哦 我懂你選完就算沒選上 你跑掉 那國民黨那個地方還是繼續扣分 因為他會這樣選擇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 他的勝選距離超高 他才會這樣選 或者他有打算 以後就是要去那個地方經營 可是聽說他有個使命 是牽制綠營啦 就是他跟王世傑 對打製造話題性啊 讓選情有 就台北市的整齡全情 是有一些 這個轉移焦點的功能這樣 開心就好 沒有最終還是要思考 自己的未來的方向 你躺這個渾水幹嘛 你說鄭佑 對啊 鄭佑是不是跟那個 森綠的那一塊很好 他跟裴尾很好 對啊 他本來被 弄到那個中華電信 對啊 結果後來 董事長 後來也是被拔掉 對啊 是不是因為派系鬥爭還是怎麼樣 對啊 可是他們很多人其實也夠肥了 都肥了四五年 然後才被鬥走 吃的也夠直直響了 進電視如果再不通過 今年真的可能全會燒完 他不是一直說什麼燒不到 就是已經很吃緊了 主要是金主好像說 也不願意再投入 沒有 他們要爭執 對啊 他們現在就一步一步 不願意再花錢 現在第一步是NCC要先把他的董事長的更換的這個案子通過 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討論真資 才有金主 就一步一步 然後呢 這些東西都過了 到哪一個環節 金主才願意再把錢放 這些都過了 才有上架的問題啊 啊 所以第一個案子是人事商要先過 對 就是他現在 現在在NCC那邊 他還是認定你是去年 還沒董事長還沒換的狀態 因為他事前搞得太難看 對啊 哪有人公司 那真的今年不解決 這個好像這很麻煩 他如果不解決 他對民進黨好像沒辦法交代 因為我講一個那個 當年一電視都沒有像他這麼亂 都被卡了這麼多年 對啊 何況是進電視這麼亂 他亂不亂好像跟他卡不卡完全也沒有關係 就是我想卡你的時候 我就有無窮的理由可以卡你 是啊 那現在裡頭員工都很緊張 因為他們裡頭有一堆員工 以前就是一電視 進電視前陣子不是走票了 走了一批人 是啊 這陣子走了一批人 就覺得不穩定嘛 一直都有人啦 一直都有在走 對 這個 而且進電視 一開始招兵買馬的時候 給的薪水是比較高的 是啊 很高 這個就是一個高風險的投資 就跟一電視當時一樣 就高風險投資 對啊 對 黎智英就是搞了一電視之後 整個人生的風水全部變差 啊 就把他拖垮了 黎智英現在是回香港 沒有 他關在裡頭 受審中 他不能回香港 受審中 被抓關在裡頭 他已經被抓了 受審中 所以他還在關喔 還在關啊 哦 他那種身體有辦法 不曉得 也許香港的這種 關押的比較有人權吧 我們也很有啊 我們坐牢的都可以 上街頭去總統府陳情了 所以你們覺得 有時會不可能選啊 我覺得倒不可能 我覺得是幾率 你有陸怒症對不對 超長的啊 對啊 其實我也有一點點耶 那要去看那個 那個叫什麼 每個人都會有陸怒症 陸怒症人生 那個Netflix有一部那個 我知道 怒症人生 很好看 非常好看 我一口氣就把他吃完了 一口氣就把他追完了 好像十幾嗎 九幾 九幾 反正就是 你陸陸症狀很嚴重 你現在沒有開車也在生氣 你整個抓起來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想到平常的 遇到什麼狀況 冷靜一下 我們還有錄影 還有四分鐘 但是在內湖開車 應該蠻容易陸怒的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 我都從汐止騎到內湖 我都已經覺得很容易 就是大家穿來穿去 有一天我穿到南京東路 哇那才叫做是一個恐怖 狂亂串耶 然後那個南京東路 有很多小巷子有沒有 很多機車在方向上也不打 就過去了 然後大車也是 是啊 然後我在想 哇原來我們汐止內 是千千君子這樣 因為那個真的很恐怖是 你南京東路那麼大 你會往前衝 然後出來就殺過來 我以前有個同事 平常跟人家講話 非常客氣 永遠都笑咪咪很有禮貌 我也是坐他的車 他從頭到尾三字經不斷 這邊幹勒 有有有有 我覺得我也會 我騎車的時候也是 內心裡面累積了很多髒話 我今天搭捷運的時候 就有一個女士在車廂裡面一直罵 那應該是狀態有問題的 不知道 然後全車的人都在聽他罵 而且罵得非常難聽 他會這樣罵 我只要注意罵沒有關係 但不要拿出什麼東西 就好了 我們所有人都害怕他到底下一步 他就自言自語 鎮捷拿東西出來之前也毫無徵兆 他也沒罵人 搭捷運 尤其是那個車廂都是通的 我覺得天氣熱也會 節照 對 人會煩躁 不是還有人講說 因為有那個萊克多巴胺 什麼 狂牛車嗎 講到更遠了 但是現在的壓力大 他確實比較容易沒有耐性 會啊 不過現在搭捷運不戴口罩的人有變多 因為這樣好熱喔 有嗎 有比較多一點點 以前一個車廂你也找不到一個 現在會有一兩個 有啦 因為我都沒戴口罩 我現在發覺 因為我每天坐捷運嘛 我現在在車上大概會遇到一兩個同號 那彼此用眼 啊 怎麼樣 啊 40秒 那那個扶喬就不用BS了嗎 我倆心心相襲情不自盡 好 欸 40秒 楊敏那這個老手機 理論上我應該 沒關係你把他講完 剩40秒 我們後面時間抓這麼緊 怕死人